不放过每一个小思考 让我们语问好 狭路相逢 今天的分贝能量卡牌 你准备好了吗 嗨你好 我是一阳千禧 很多地方讲究 冬制饺子 夏制面 你有来一碗爽口的凉面吗 因为工作原因 去过很多城市 我习惯随手打开手机语音备忘录 记点什么声音 夏天不同于其他季节 能听到更喧闹 也更丰富的声音 去年准备高考的一段时间 我住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里 院里有个旋转楼梯 能从那直接上到天台 周围也没有什么高楼 一眼望去 旧旧的 还是挺老北京的样子 偶尔会有一两只野猫 跑到天台上 但是 一般没等我逗他们 他们就先溜走 胡同里还住着很多爷爷奶奶 夏天的傍晚 他们总会带个小马甩 或者 直接坐在路边的石阶上聊天 这时候 我通常会看着他们 心死神游 几只蝉 在旁边的老树上 嚼着不停 湖南的夏天 雨要稀里里下一个月 人在这样湿的空气里浸泡着 好像总也晒不干 整个家乡笼罩在蒸汽之下的样子 很漂亮 来北京以后 就经常想回去看一看 爷爷奶奶家的后山 是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去的地方 山上有很多大风扇 风力发电用的 支呀呀的转 偶尔放晴的天气里 水库里的流水声变得巨大 山里各种各样的动物 也都出来了 鸟叫声 青蛙叫声 虫子叫声 混在一起 是我特别喜欢的环境 我喜欢待在那儿 只是安静地待着 就会特别开心 夏天 在一些给人安静感觉的小城里 骑自行车转一圈 会看到很多奇特的东西 比如有趣的人 或建筑什么的 旅行时 听到雨声或者海浪声 也会记录在手机里 不用刻意翻它们出来听 知道它们在就好了 关于夏天的城市 你有什么比较独特的声音记忆吗 留言告诉我吧 节目的最后 送你一段下雨的声音 希望它能给你带来一点清凉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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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